在南投东浦国小有一位小六女学生 她叫做林巧蝶 因为从小父母离异 妈妈后来在她八岁时意外身亡 这些不幸的过去没有击倒她的信心 她跟着外婆一起生活 会帮忙做家事 科业上更是不用让人操心 这超灵的懂事 她说都是希望能够帮阿嬷分担一点辛劳 下课终身响起 走在队伍最后头的是12岁的林巧蝶 低调的个性不多化 但却能从眼神中看到超灵的成熟 回家的路要妹妹走快一点 因为阿嬷一个人在家 就怕忙不过来 可得赶快回家分担解忧 就很乖很特别的孩子 都不要阿嬷讲 她都会志愿去工作 林巧蝶很懂事 回到家里第一件事 就是帮阿嬷收衣服 折衣服打扫环境 时间到了下厨准备晚餐的工作 对她来说没有难度 我在那边站着 问她说怎么切菜 就很会呢 就给她好的生活 就让家里不用在那个 就是让阿嬷不用在那里 嘴里不喊泪 但其实这些事 林巧蝶当然不是从小就会 八岁的时候 妈妈因为风灾 风秋隧道坍塌 意外走了 上了年纪的阿嬷带着她和妹妹一起生活 面对逆境 她被迫长大 不知家事做得好 功课还有学业表现 从墙上的奖牌奖状就知道 这样的生活很辛苦 但林巧蝶很知足 因为她知道 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 自己就像11岁的年纪 登顶玉山一样 和其他同年纪的人 有着不一样的独立 中天新闻六人 陈思院周大祥 南投采访报道